花莲光复堂厂登清牧林投时也进一步推广园区的观光旅游活动 今年特别针对光复乡原住民部落长辈筹办了原民长者漫游花堂活动 为了慎重起见 3号上午花堂特别邀请到各部落文件站干部召开了筹备会 关注部落长者的交通问题也获得了充分讨论 达成初步共识 考虑到长辈出来 那也让他们闷很久的心情能够梳解一下 到堂厂这边看看堂厂这转型的一二十年的一些改变 然后有一些新据点也让我们地方的长辈 文件站的长辈能够来参与 勾起部落长辈智堂的产业记忆 获得与会的相待会副主席蔡志辉 相代表吴一珍 以及各个文件站干部的热烈回响 不过对于站内长者往返的交通议题 不仅文件站干部上脑筋 相代表吴一珍也高度关注 另外活动的照片一定也是分两边 那就要协调好 比较明确知道我填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没有油栏车的话 是不是 别人一定路透露这个 对是 如果我们讲这个故事我们讲过 其实老人家其实都听不懂 就很多问号在头上 对 因为有导览 一定要用主语 因为他们都是大概七十岁以上的招者 花莲光复堂厂 敦清物林 广邀乡内 十个部落文件站 共享盛举 商场金薪水肯定之余 也提出建议 希望在经费有限之下 也能发挥最大小益 经费想办法去争取 跟你说那个 那个立委交代 你给了十万块 怎么办做活动啊 对不对 一个大公司 对啊 这办做活动 至少要加倍以上 才可以办得相应一点 你要印象啊 还有什么东西啊 5月中旬 台糖经理委孔文吉 廖国栋 关注台糖原住民土地议题 建议台糖加强 与部落的敦清物林之下 花莲堂厂 建坏在9月 办理原住民长者 漫游花堂 关怀部落长者 也进一步推广 原区观光旅游活动 今天的筹备会议 地方部落也有初步共事 也乐见其成 记者石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 请订阅